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 門徒公義 大會在Facebook 第二天公布 有一萬人參與 但我們門徒媒體 很細心 我們一直都很注重 這個福音成會 我們看相片會發覺 不是的 怎麼看都不像有一萬人 所以我們率先報導 覺得福音成會是 督數的 在這個大球場 總共有四萬個座位 大概有三萬六千個座位 分上、中、下的座位 大概還有幾千個 在雙方內 看不到 除非那天 有幾千人 全部躲在雙方內 有幾千人躲在雙方內 我們看不到 如果不是 只憑大會公布的相片 或者那天很多參與者 現在喜歡在Facebook 打卡 我們看來 都沒有一萬人 真的 不知道是否打算 策大一點 好看一點 而可不可以 因為我們 黃同媒體本身 沒有資源 沒有人手 那天 很忙 派不到人 去現場 但我們 後來第二天 在網上 還要是福音盛媒大會 官方公布了 現在大家在看這條片 這條片真的厲害了 因為大家將會看到 不單止在鏡頭的下方 他還拍了左面的看台 右面的看台 以及對面的看台 至少拍到四面看台 其中三面半的看台 看見完之後 數來數去 都數不到一萬人 所以那時候 我們就覺得 咦? 不是 這是一個督數的行為 很明顯是沒有一萬人 當時我們還有一個 所謂 善心 雖然阿福音盛媒 我們很不認同 你維穩 但你怎麼都是一個基督徒 不應該說謊 我們會很憐憫去想 近一萬人 會不會其實 可能也有七八千 他當作是一萬 四四五入 總之多於五千 就當作是一萬 所以我們的記者 在落北的時候 都很小心 非常小心 他會覺得 現在這個日助錄 都不夠兩成 算吧 都當作是兩成 去計算吧 就當作是七八千 誰知很壞不壞 這樣就出事了 真的出事了 真的 時代論壇 接著那幾天 他自己出了一篇報道 即是說 你只有兩千人 只有兩千人 兩千人 你量到一半 這個四四五入的原則都不行 你不是真的 說謊 說成這樣 我覺得 要做見證 你知道嗎 你知道什麼叫見證嗎 見證要說真話 你不可以去騙人 而我覺得他這樣騙人 是非常之無謂 絕對無謂 你認真去想想 如果小潤又怎樣 小潤又怎樣 小潤真的沒有問題 你不是跟人說 你看到這麼多的座位 為什麼這麼多的座位 就是等大家 在11月30日至11月30日 是你 如果你那天 這個所謂的祈禱 動靈大會 都已經坐滿了人 已經坐滿了人 那怎麼辦 那就沒有位 那就沒有位 那你反而出了一個的姑娘更加差 所以你沒有需要說謊 我覺得 有空位是一件好事 有新朋友可以來 禍家熟了 現在等你們去收閣 他還說103 對 103 2000人 就領3 不是 現在是104 2000人 104 104都是8000人 那也真的坐不滿一半 那我真的 對 對 104也不行 這樣就真的幫不到 說真的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 門徒公義